有位家庭辅导中心的社工师 有一位家庭辅导中心的社工师 他来分享他遇到的一个真实的案例 他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 有一天他在office的时候 接到一个女士来电 有一天他在办公室接到一位女士来电 他就开始抱怨了 我的大嫂很不孝 我的大嫂很不孝 三番两次都叫我大哥要搬出去 他三番四次要我的大哥搬出去 他不想跟我的妈妈住在一起 他不想跟我妈妈一起住 一直讲着一直数落他的大嫂 他一度说一度数落他的大嫂 他觉得他的大嫂太绝情了 他觉得他的大嫂很绝情 觉得自己的妈妈太可怜了 他觉得他的妈妈很可怜 最后就一直哭一直哭 最后他就一直这么哭 这社工师就一直安慰他 那么到这个通话的最后呢 这个社工师按照规定要记录他的资料 那么到最后 通话的最后呢 那个社工师按规定 就是要录他的资料 就问他 小姐你结婚了吗 那就问他 小姐你结婚了吗 我结婚了 我结了了 那请问你有小孩吗 那请问你有没有小孩呢 还没有 还没有 那现在你家里有哪些人呢 那你现在家里有什么人呢 只有我跟我老公 那只有我和我的先生 那现在你就是只有跟你老公住吗 那你现在只是和你的老公一起住吗 那小姐回答 那小姐回答 当然了 开什么玩笑呢 我才没有时间跟精力去照顾我那两个很麻烦的公婆 当然了 你开什么玩笑啊 那我真的没有时间要和我 服侍我那两个麻烦的公婆 如果你是社工师 你要怎么回答 那如果你是那个社工师 你怎么回答呢 她很惊奇的 那么我们知道 旁观者清 我们知道旁观者清 这个小姐很明显的是双重标准 对不对 那那个小姐明显是她有双重的标准 她看不见自己的盲点 她看不到自己的盲点 但是我们知道 正是因为她的自私 让她犯了双重标准的错误 但是我们很清楚地知道 正因为她的自私 让她犯了这个双重标准的错误 同样一件事 自己做的时候就可以是对的 同样一件事 她自己做就是对的 就是对的 那别人做的就是错的 不可以 但是别人来做呢 她就是不可以的 是错的 那么上星期天 吴老师来我们当中讲到的时候 她也提醒我们 那上星期天 那个吴老师 来我们这里讲道的时候提到 她提醒我们 要小心区分自爱跟自私 她提醒到我们 要区分这个自爱和自私 因为他们的差别 有时候是很微妙的 因为她的差别是 有时候是很微妙的 我们常常 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自私的陷阱里面 我们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自私的陷阱 那我们的想法 如果自私的想法越来越强呢 就会阻碍我们去爱人 那如果我们自私的想法越来越强呢 就会阻碍我们去爱人 那么今天的经文呢 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第五节说 今天的经文呢 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五节是这样讲的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那么原文的圣经是说 Love does not seek its own 原文的圣经是 里面就没有益处这两个字的 原文的翻译是没有益处这两个字在当中的 原文的翻译是没有益处在当中 那么益处这两个字是在做中文的翻译的时候加进去的 那么益处这两个字是翻译中文的时候加入去的 那么这个加不加呢 就是会产生一个解释上的问题 这个呢加和不加呢 就是会引起在一些解释上的问题 什么是益处呢 什么是益处呢 这个每个人的解释就都不一样了 对不对 这个呢 每一个人的解释是不一样的 那本来的圣经是说不求自己 不求自我 不求自己 本来的圣经是指是讲不求自我 和不求自己 那这后面可以加了很多东西的 不求自己的好处 不求自己的心意 那么后面呢是可以加很多东西进去的 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呢 不求自己的心意 但是现在如果把益处就加上去了 就变成好像限制了他的意思 但是后来加了益处上去呢 就好像将他的意思反而被限制了 就好像让他的意义窄化了这样子 那么呢就将他的范围呢 就缩窄了 但是这句话本来的意思就是 最原始的意义就是说不自私 这个经文的原来最原始的意思呢 就是不自私 爱是不自私 那么爱是不自私呢 我们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很难 那么爱是不自私呢 说就容易 但是做起来就很难 我们一定听过一句话 我们一定会听过一句话 人不畏己 怎么样 天诛地面 人不畏己 天诛地面 没有 如果人不畏己 这个事情会天杀的这样子 这句话好像说 你如果不畏己就想 天都会杀你了 那其实这句话是说 人呢为了生存 为了保护自己 那自私是人性的这个本能 其实呢 这句话呢 就是人为了生存 必须要保护自己 自私是人的本性 那我们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的自私是什么 那第一个我们想到的就是贪 贪心 为了自己 第一个呢 我们就是贪 还有为了自己 那么以前在台湾的上班族 他们流行一句话 在台湾上班族那里呢 就流行了一句话 什么是好工作呢 什么是好工作呢 钱多事少离家近 钱多事少离家近 要钱多工资要多 那事情要少 然后要离家里很近 公司要离家里很近 那就是钱呢 就要赚多 但是做事呢 就是要少 而且这个公司呢 就要离自己家近 那所以我们看到了 第一个就是什么 第一个知识是什么 钱越赚越多 对不对 要越多越好 那么我们觉得这个 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钱越赚就越多 钱越多越好 那如果你是老板 如果你赚的钱 给你的员工越多 就表示你赚的越少了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是老板呢 你付出去的工资越多呢 你自己赚的钱就会越少 那在这里不平衡的时候 就是会有这个 劳工会罢工 对不对 钱拿太少了 如果不平衡的时候呢 那么劳工呢 就是说劳资就会罢工了 就是大家就会有这个争论了 所以在我们一般人的生活原则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哦我能够拿的时候 我就要拿越多越好 那么在平常人的心里 就是觉得能够拿呢 我就拿得越多就越好 那其实是在看 这就是人性 一个贪的一个本性 那么这个就是人贪念的本性 那这是一种自私 这种呢就是叫自私 我们拿越多就表示有人拿得少了 如果我们拿得越多呢 就必须是有人拿得越少 所以到最后是一定会影响到别人的 到最后呢一定会影响到别人 那么在生意的场上场合呢 有一种叫做托拉斯Trust 那么在生意场所呢 就有一种叫做托拉斯 他们就是想要把其他的企业呢 都打倒 然后他们可以垄断这个市场 他们的想法呢 就是将所有的企业呢 都想将人家打死 然后他垄断了这个市场 他们全部的钱 他们都要赚 他们想全部钱都是他们自己赚 那就是说这个商家呢 他比这个别的商家都卖得要便宜 那么这个商家呢 他会比别的商家呢 会卖便宜一些 别人受不了 店都倒了 那么其他的人呢 就受不了 他们都会倒闭 剩下他自己这一间 剩下他一间呢 然后剩下他这一间的时候 他就涨价涨得很高了 让你不得不向他买 那么剩下他自己一间呢 他就会将价钱提高 那么你不得不要呢 要跟他买了 因为剩下只有一间 那这就是垄断 这个就叫做垄断 那这背后的动机就是自私 他背后的动机就是自私 所以有一些国家 他们是有立法的 所以有些国家是会立法 要限制这种托拉斯的行为 要限制这种托拉斯的行为 所以很多东西你去买是不二价的 所以有一些东西你去买的时候 就是不准二价的 去哪里买都要一样的价钱 去哪里买都是一样的价钱 那么第二个人的自私是什么呢 第二种自私是什么呢 就是好意勿劳 就是好日恶劳 污劳 那人呢 不是但是我们说人是贪生怕死 那么我们觉得人是贪生怕死 不但怕死还怕累 不单只怕死还怕累 很怕做事情 不想做事情 那么其实在这种 两千年前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 也有这种情形的 在两千年前教会里面都有这种情况 那在马太福音23章的地方 耶稣就来指责这个法利赛人 在马太福音23章 耶稣都指责这个法利赛人 说法利赛人把所有的困难的重担都捆起来 放在人的肩头上 放在人的肩头上 但是他们自己一根手指头也不肯动 但是他们自己一个手指头都不想动 他们用嘴巴叫人做这个做那个 他们只会用嘴巴叫人做这个做那个 人家做了呢 他又批评人家做得不好 人家做了呢 他又批评人家做得不好 我们也要反省一下我们的教会生活 我们也都要反省我们的教会生活 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我少做一点就好 我少做一点就好了 别人做多少啊 跟我没关系 其他人做多少不关我事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反省一下 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自私的因素在我们里面呢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要反省一下 自己会不会有这个自私的想法在里面呢 那么在日常的生活中 在其他地方或者在家里 我们也是有这种好意勿劳的这种倾向 那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呢 或者我们在家里呢 都会有这样的好日勿劳的思想 那我们想一下什么叫做家事 我们想一下什么叫家事呢 有在家里做家事的举手 有在家里做家事的举手 都有举手 很好 OK 那我这样是有点像为自己抱怨 我这样做呢 好像为自己抱怨 那么家事我们知道就是家里的人要一起分担的事 对不对 家事的意思呢 就是家里面的事呢 大家一起要分担 但是常常呢就变成妈事 妈妈的事 这样但是其实在家庭里面呢 常常就变成妈事了 就是妈妈的事 我可以不做 很多理由可以不做 那不做谁做 就变成妈妈要做的事 他会有家庭的成员呢 会有其他很多的理由不做 那不做怎样呢 就是妈妈做完了 不管叫做家事好 妈事也好 不管叫什么 只要不要我做就好了 我不管他是妈事也好 家事也好 不用我做就好了 那这就是一种自私 那这种就是自私 所以不论在很多的场合 我们都可以看到人的自私 就是在那里影响人的关系 那么我们在很多场合里面呢 都看到人的自私呢 是会影响互相的关系 那么自私跟自爱要怎么样区分呢 那么自私跟自爱是如何区分呢 自私的人呢 他呢是只拿 他只去向外拿 他不愿意给 自私的行为呢 就是他只会向外取 但是他不会去付出 我们说只受不施 我们就是讲只受不施 他的世界里呢 就是我我我 在他世界里面呢 就是我我我 但是自爱的人呢 他是有施有受 但是自爱的人呢 他是有施有受 他是一个双向平衡的 他是一个双向平衡的 一个自爱的人 在他的世界里呢 是我们 一个自爱的人呢 在他的世界里面呢 是有我们 是有我们 这个我们呢 是有他自己 有我 也有别人 在这个我们里面呢 是有我 又有别人 那么自私呢 是爱自己 忘记别人 那么自私呢 就是爱自己 忘记别人 那么自爱呢 是爱自己 也爱人 自爱呢 是爱人 又爱己 那么自私的人呢 他因为只有爱自己 所以他的心灵 是不会成长的 那么自私的人呢 因为他是 只爱自己呢 所以他的心灵 就是不会成长的 就像小孩子 他只是会想 我要吃 我要拿 就是那个小孩子 的一种状态 那么好像 小孩子那样呢 我要吃 我要拿 所以他的心态 就是永远 好像小孩子那样 那么自爱呢 是这种 我也给你 你也给我的 这样子的一个 互动的情况下 那么自爱呢 就是 我又给你 你又给我 是一种互动的状态 所以这种人的自我 是会成长的 所以这种人呢 他的自我呢 是会成长的 那么神创造我们 是一个有限的个体 那么神创造我们呢 是一个有限的个体 我们需要给 我们也需要从别人领受 我们需要给 我们又需要在别人那里领受 所以自爱对我们自己来讲 是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方法 所以自爱呢 是给我们有一个平衡的方式 其实圣经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导 其实圣经也有这样子的教导 我们看那个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四节 我们看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四节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用这个经文来了解 我们刚刚的不求自己的益处 就是刚刚好了 那用这个经文来解释 不求自己的益处 就是刚刚好了 那我们刚刚说 不求自己的益处 那我们刚刚说过 不求自己的益处 好像是 听起来好像是说 不能求自己的益处 好像听起来是 不可以求自己的益处 其实应该是 不只求自己的益处 其实就是 不只求自己的益处 个人不要单顾 不要只顾自己的事 各人不可以只顾自己的事 自己的事当然要顾 自己的事当然要顾 你不顾变成别人要来照顾你的时候 你变成别人的负担 对不对 你不顾自己 要别人来照顾你 就成了别人的负担了 那我们要怎么去顾别人呢 那我们要怎么去顾别人呢 那么在加拉太书呢 第六章的第二节有说 那在加拉太书呢 就六章第二节是这么说的 说呢 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那么呢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那么这是在说顾别人的事 那么这句话呢 就是说顾别人的事 因为对方的担子很重 你就帮他分担 那么因为对方的担子很重呢 你就要帮他分担 但是他第五节也说 每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但是他第五节也说 各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担了自己的担子之后呢 然后再去帮别人 分担别人的担子 担了自己的担子呢 然后再去分担别人的担子 分担别人的重担 分担别人的重担 那个重担的意思就是 超过他自己所能够附和的那个部分 叫做重担 这个重担呢 就是他超过附和了他自己 所有担当的担子 这个就叫做重担 所以我们要注意 我们爱别人的时候 帮助别人的时候 我们不能爱到 把别人的担子 全部担到我们的身上 所以当我们爱别人的时候呢 我们不可以爱到 把对方的担子 全部自己去担当 因为这样子就让对方呢 没有担他应该要担的担子 这样做法呢 就会让对方呢 没有分担到他自己应该担的担子 那这就是一个界限 这个就是一个界限 但是如果你已经把自己的担子 担得很好的时候 如果你将自己的担子 担得好的时候呢 那别人的担子 别人的担子如果变成太重了 没办法负担的时候 别人的担子 他会觉得是很重 他自己都不可以承担的时候呢 你愿不愿意帮他一把 那你愿不愿意帮他一把呢 那么所帮的部分呢 就是超过那个人 他应该担的那个部分 那你所帮他的就是 超过他那个别人所担当的部分 那这样子就是一个爱别人 那这个呢 就是叫做爱别人了 所以这里有自己要负责的部分 这里呢 有自己需要负责的部分 也有大家要互相帮忙的部分 又有大家互相帮忙的部分 那么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清楚了解 怎么样爱人如己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 怎么样爱人如己了 怎么样的不要只顾自己的事 怎么样不可以 只是顾着自己的事 耶稣基督也有教导我们 耶稣基督呢 又有教导我们 我记得他在快要被卖 然后上十字架之前 记得呢 他在快要被卖 要上十字架之前 他觉得对门徒来讲 他觉得对门徒来讲呢 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要彼此相爱 最重要的功课呢 就是彼此要相爱 他就对学生说 他就对学生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 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 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么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 我怎么样爱你们 你们又要怎么样彼此相爱 那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讲的呢 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讲的呢 是耶稣他自己蹲下来 然后拿毛巾帮他的门徒洗脚之后 他所讲的话 是耶稣蹲下来 拿毛巾帮门徒洗脚的时候讲的 这是一种侍奉别人的爱 这也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学习的 这个也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学习的 兄弟姐妹们 你们知道什么样是地狱吗 什么样是天堂吗 弟兄姐妹们 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地狱 什么叫天堂 之前佩芳导师有说过一本书 小男孩他到了天堂看到的一切 之前佩芳导师有讲一个小男孩 他去了天堂的故事 那么其实一般人不知道这些事情的 他们一般的观念是这样子的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事的 他们的观念是觉得 那么天堂是有冷气的地方 天堂是有冷气的地方 地狱是没有冷气的 地狱是没有冷气的地方 很热很热像火在烧 好热好热好像用火烧那样 天堂是每天吃喝玩乐可以唱歌的地方 天堂是每天吃喝玩乐可以唱歌的地方 那么地狱就是每天做工 而且手脚都被铁链靠着 地狱就是每天都要做工 手脚都被铁链捆住 好辛苦的 好辛苦的地方 那么有一个人梦到耶稣了 有一个人在梦中梦见耶稣 他就问耶稣了 那他就问耶稣了 耶稣 我这个天堂是这样这样这样 是真的这样吗 天堂是这样这样 是不是真的 如果可以 我希望你带我去看一下 如果可能的话 我希望你可以带我去看一下 我想知道天堂跟地狱的差别在哪里 我想知道天堂和地狱有什么差别 耶稣说好我带你去 那耶稣就说了 好了我带你去 到了呢他发现了有两个很大的房间 去到那里呢他发现呢有两个很大的房间 一间是天堂一间是地狱 他看了一看 他看一下了 他看一看 很奇怪这两间的房间很像 很奇怪哦 这两间房间都很像哦 一样 那个摆设都一样 那个摆设都一样 都像一个餐厅 像一个餐厅一样 上面有好吃的火锅 上面有好吃的火锅 那上帝也都为每一个人呢 看到人家都坐在里面 看到很多人呢坐在里面 那上帝给每一个人都一把汤匙 上帝呢给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池羹 这个汤匙呢这个饼很长的 这个池羹的饼呢是很长的 比手臂还要长 比手臂还要长 而且是连在手上拿不下来的 是连在手那里拿不下来的 所以他就看到在地狱的这一边呢 他看到在地狱那边呢 每个人抢来抢去 每一个人都抢来抢去 想要抢东西来喂自己 想抢那些食物来喂自己 可是汤匙太长了 吃不到 但是由于那个汤 那个池羹呢太长了 他们都吃不到 所以每个人都气得要命 所以每一个人呢都很气愤 骂来骂过去的 你骂我我我你骂我我骂你 非常的气氛非常的僵硬 非常的气氛 那么天堂跟地狱呢不一样 但是天堂跟地狱就不一样了 大家就学会了 哎这个汤匙自己这样喂不到自己 他们觉得呢 池羹喂不到自己呢 他们就学会了 哎我选了一个地方坐下来 我这个汤匙刚好可以喂到你 那么他们就选择了一个地方呢 是可以 那个池羹呢可以去喂其他人的 别人也这样子喂我 那么其他人又是这样喂回他 大家吃得好开心 大家吃得好开心 这就是差别了 那么就是差别了 一边是自私的 一边呢是自私的 然后抢着自己吃的 抢着喂自己 另外一边是顾着别人的 另外一边呢就是顾别人的 所以每个人的需要都得到满足 所以每个人的需要呢都满足到 这很有意思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有爱就是天堂 有爱就是天堂了 那如果每个人自私只顾顾自己 如果每个人自私只顾顾自己呢 那就是地狱了 那就是地狱了 各位兄弟姐妹 各弟兄姐妹们 我想你已经知道如何让自己活在天堂里了 我想你已经很清楚地知道 自己应该如何活在天堂呢 对不对 对不对呢 对 我很高兴大家的答案是肯定的 我很高兴大家的回答是肯定的 那我们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那我们朝着这个爱的方向继续努力 我希望至少我们先把我们的教会变成一个天堂 我觉得呢最少呢 我们要将我们的教会变为一个天堂 让我们的家变成一个天堂 让我们的家呢也都变为一个天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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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